这个就直接了当 没有方便说 没有句句跟你说真实法 直接指引你回归自信 都要知道啊 往生极乐就是回归自信 底下 由本经所宣 那如来真是纯一之法 无有权取归约真实 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 因为一切经教里面 世尊的开始确实由方便说 由婉转委屈说 这个很多 非常普遍 为什么呢 众生根性不一样 是佛门的教学 一般称为大讲堂 大讲座 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呢 听众根性完全不一样 有不认识自己 有小学程度的 也有波斯班的 每个人听到都欢喜 每个人听到都得利益 这可不是容易思考 不像学校上库 学生程度整齐 好讲啊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是佛一应二说法了 一切众生不但能听得懂啊 都得受用 这叫大讲座 普通的这些 这个教授 是这个教师做不到的 所以 佛门的讲堂 来的不拘 去的不留 那你的通权大变 你讲深的 要顾到前的 他能不能体会 讲到前的 也要顾到那个程度高的 面面都顾到啊 所以他 有时日有缺 有直日有取 他用的这个方法 教学的方法了 千变万花 能适合过种不同的根基 但是这个经不是的 这个经直接了当 没有 方便说 没有 句句跟你说 真实法 直接指引你 回归自信 都要知道啊 往生极乐 就是回归自信 那回归自信 就是 无上正等正确 方法非常简单 稳当 快速 得到是究竟约满 哟 那世尊 趁其本性 胡盘 脱出 毫无保留 顾民 诚信 这几句话说得好啊 受无量受尽 实 社家如来 本性里面 自然流露出来的 而且是圆满流露 像我们这个送礼一样 棉盘子都端出来了 就是一丝毫保留都没有 把自信里面 全部给宣扬出来了 像这样 趁心而谈的 胡盘脱出的经典 不多 所以这个经事 极云极顿 这叫趁心 一切寒领 皆因此而得独徒 乃趁心中 顿风造极之谈 故约趁心其谈 即使达到顶点了 无量受佛经 所以 他是 华颜金最后的 归宿 华颜金是 趁心之谈 遇到 无量受尽的 无量受尽是 趁心其谈 顿风造极 也是说明 华颜金 入 净土 才真正的愿满 如果不是 舍大愿亡 倒归极落 华颜不愿满 为什么 华颜只能度上上根人 上中下 就不齐 一倒归极落的时候 从上上根 到上中下 全都度了 华颜 圆满了 上中下根 到辽西方极落世界 全都变成上上根 不够思议 这是我们 学 净土 法门的 不能 不知道的 你知道 这些道理 这些四十真相 你才会 死心塌地 修这业门 你这些当中 决定成就 对于这个世界 对天堂 对这个舍法界 再不会有 太年纪的念头了 阿 尼 陀 佛 阿 尼 陀 佛 阿 尼 陀 佛 好 是 推 lí寓 法 是 可以 你